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大家好,我是Maymay 今天带大家来到元朗的冯吉乡 大家可能会问,冯吉乡有什么好去住? 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这些星空的露营车 在外国的露营车我就住过 但是香港的露营车又是怎样的呢? 记得看完影片和订阅我的频道 你们可以在元朗搭603号绿色专线小巴 来到新潭路下车 大家沿着新潭路一直走 大约走300米你就会见到目的地 我们因为不熟路,所以在元朗搭的士过来 车费大约每程3-40元左右 到目的地的门口非常之易认 你会见到有一间泰国餐厅 跟着餐厅的路直入就是了 上周星空露营车,你可以在网上预订 露营车的check-in时间是下午4点 check-out是第二天的中午12点 沿途走进来都见到餐厅 里面和外面都有座位 外面有张休闲的设施 还有张摇椅 可以在这里打打卡 小朋友还可以在这里玩滑梯 我们在门口办事处check-in后 就跟着条路一直走 走进去你会见到幅大草地 有职员会带我们走到原地的范围 还有介绍一下户外的食用植物 除了食用的植物 这里也有很多小盆栽 但是它们叫什么名称我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这棵又是什么植物呢? 如果你知不如留言告诉我吧 看到两辆彩色的露营车 它们是可以带宠物入住的四人露营车 旁边拍了几辆单车 可以免费玩 但是单车的质素就一般了 这里种了很多食用植物 可以给住客摘来做食物 例如有薄荷叶 有茄子 还有辣椒 这个就是公用的Open Kitchen 它有很多沙煲盐餐 煲煲叠叠 烧烤叉 和食用的调味料都可以给我们使用 还有个大雪柜 可以给我们冰住肉类和海鲜 对外还有些桌桌 可以给我们一路煮食 一路在这里聊聊天 由手边的方派田就是用来种食用植物 这里户外的地方都很狠狠 大家想曬太阳的可以不妨来到户外 接下来就是介绍一下露营车 露营车的外观设计 你说像不像太空仓呢 这里一共有六部观星露营车 每部最多可以容纳六个人 现在就带大家进去室内看看 除了一部大电视 你还会看到有微波炉 雪柜 还有电热水煲 还有一个我挺喜欢的隐藏式洗手盆 厕所比我想象中大 里面有座舌 也有花灑水龙头 因为这个是储水式的电热水炉 如果人多入住的话 就要轮后洗澡 出来厅 你会看到一张很大的梳化 中间有张桌 这张桌原来是麻雀桌 还是电动的 好了 现在介绍房间 怎样可以睡到六个人 这里有张桌架床 上面一个 下面勉强可以睡到两个 客厅的麻雀桌可以降低 铺盏大箭肉 也可以睡两个人 接着我们参观一下最大的房间 这房间也有电视 床的两边有两个大玻璃窗 可以看外面的风景 头顶这个观星天幕 和两边的大窗 你都可以随时开关 或者拉上窗帘 营地的另一边 也有几部四人的露营车 这些不知道是不是鹰式那只呢 这间就是租给人做party room的 红色木屋 这里的装修和层切都挺特别 在门口拍摄也不错 这里有间宠物café 你可以带你的小宠物进去 这两部就是宠物露营车 这只泰国餐馆养的猫猫 我们和它相处了两天 它很有趣 我见主人还喂虾给它吃 难怪这么精灵 泰国餐馆外面有些打卡位 大家可以不妨逛逛逛 这个 Academic amen montón 餐厅门口的景理池又大又美 还养残了很多景理 色彩纷纷的金利在这里游来游去 真的很生满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到了夜晚仍然亮灯 今晚有点风 觉得特别舒服 因为始终是郊外 大家记得带蚊帕水 大家准备好 开始烧食 虽然今晚没有星星 但在月光下烧食 特别有情调 在泰国餐馆外的灯色 也很漂亮 这间餐馆营业时间开到夜晚10点 大家不怕没有食物 在灯光照射下的錦里池 显得特别美 这次没有订到烧烤包 我们在元朗买了海鲜 买了些菜 买了鱼 还有些肉类 还煲了腐竹鸡蛋二米糖水 昨晚睡得很好 昨晚睡得很好 想着第二早一早出来逛逛 看到泰国餐厅外 有几个小兔 他们每个都有自己的名字 这些是三个之中最小 它叫Tips 来自荷兰 旁边的大一点 叫Dudut 来自法国 还有这些来自英国的Didi 你看我们喂草给它吃的时候 多有趣 看完兔仔 我们出了去大路逛逛逛 周边的环境 其实都很荒谬 只是看到一两家农庄 农庄租了土地 给人种菜 看看 有很多收成 中间那堆种到这么高的 是不是雨衣这么难呢 今天天气真是不错 有太阳之余 又有些风 如果你们习惯了早起床 又不想浪费了上午 在check in前 可以去行山 这里附近有座叫鸡公山 鸡公山的山头 光秃秃 沿途都没有啞遮头 如果你想行山 不妨选择鸡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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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数 Kai 我还女选择鸡公山 选择鸡公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看看他们 大人和小朋友都玩得很开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